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是一种生活理念 也是一种价值取向 庄子中说 大之咸咸 小之尖尖 大言言言 小言沾沾 有大智慧的人能抓到问题的主旨 看到事物的全貌 不偏费不偏移 并且从容自在 有小智慧的人犹如门缝里看物 过于细密 反而失去窥视全貌的可能 有大智慧的言论 如同日月一样光耀大地 让人醍醐灌顶 小智慧的言论 犹如走在迷宫的蚂蚁 回缓往复 累赘繁杂 让人云里雾里 不明就里 做最少的选择 才会有最好的选择 在信息洪流中 每天会收到百千条软件推送新闻 平台软件随时推送的折扣红包 网课学习 各式花样课程的广告 我们生活得无比焦虑 生怕一个转身就被时代抛弃 却很少思考哪些信息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真正智慧的人会时刻保持清醒 只选择自己最需要的选项 有人主动屏蔽了泛滥的信息 专注做自己的事情 有的人坚持极简生活 在朴素的生活中书写诗意 还有的人选择离群所居 思考体悟生命的真谛 最好的选择不是我得到了全部 找到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并成为全部 比选择更重要的是 有一颗负责到底的心 做出选择并不难 难的是能否负责到底 人活到极致就是如此 一定是素于简 内心真正富足的人 从不炫耀又有的一切 他不告诉别人读过什么书 开过什么车 去过什么地方 有多少件衣裳 买过什么珠宝 因为他没有自卑感 内心越是风盈 生活越是素减 开一百次头 每次都无疾而终 不如选择一处 深耕下去 维克多·费兰克说过 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 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 才能回答此问题 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 因此 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 最重要的本质 有时人与人之间 拉开差距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过人的能力 而是他有一颗 负责到底的心 在自己的节奏里 过好这一生 每个人的节奏 不太一样 翻看朋友圈 会发现 每个人出现在 你生命中的人 都有属于 自己的生活节奏 有人22岁就毕业了 但等了5年 才找到工作 有人25岁就当上了CEO 却在50岁去世 也有人直到50岁 才当上CEO 然后活到90岁 有人依然单身 同时也有人结婚 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 有自己的不成 生命就是等待 正确的行动动机 所以放轻松 你没有落后 你没有领先 在命运为你安排的 属于自己的时区里 一切都准时 你的节奏很重要 不要被他人的看法挟持 人生的路上 不会总是一帆风顺 生活的途中 不会总是万事如意 挫折失败 总会不期而遇 困难险阻 总会不约而至 生活的顺与腻 人生的悲与喜 就看你怎么面对 如何处理 假如有一颗平常心 积极乐观 淡薄名利 拼薄进取 失败并不可怕 挫折也并不可惧 人生也就变得 温馨惬意 生活也就显得 顺顺利利 人们渐渐地开始明白 能做的事情 就要尽力做 抓紧做 不然你就会后悔又惋惜 人生有了理想 有了拼搏 有了奋斗 有了追求的同时 也就有了防潢 有了失落 有了孤寂 有了遗憾和忧气 既然生活 不会总是一帆风顺 就要懂得 傲然微笑 面对人生的起伏 无论风起云涌 还是风平浪静 都要学会坚强 学会忍耐 学会大度 学会从容 顺境时 多一份思索 逆境时 多一份勇气 成功时 多一份淡然 防潢时 多一份信念 学会了这些 你就是大度和大气 人生之路 平也好 砍也罢 总要去经历 职也好 取也罢 总要去努力 难也好 义也罢 总要走过去 只有得到的 才是真正属于了自己 曾看过老舍的离婚 老李做着很多人 艳羡的工作 却每天都很不开心 他不喜欢麻木的自己 不喜欢工作的氛围 可因为害怕别人 对自己指手画脚 他硬是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泰戈尔曾说 最好的事情 总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所以不必慌张赶路 按自己的节奏 步履不停地 走过每个今天 忙要有价值 闲要有滋味 一路走来 在自己的节奏里 过好这一生 好好睡觉 是人生头等大事 莎士比亚说 舒服的睡眠 才是自然 给予人的温柔的 令人想念的看护 好好睡觉 是治愈生活的良药 我们的人体系统 其实是十分温柔的 每当生活乱糟糟的时候 他都在 默默地抚慰着我们 随着早睡 那些糟糕的情绪 仿佛都被悄悄治愈了 图格涅夫说过 睡眠像是清凉的浪花 会把你头脑中的 一切伤灼 当地干净 好好睡觉 是对大脑最好的清洁 生活不易 三分靠治愈 七分靠自愈 而身体最好的自愈能力 就是睡觉 好好睡觉 是对生活最好的尊重 正如《Why We Sleep》的作者 沃克所言 可以包治百病的良方 不是爱马仕 而是睡眠 常听医生说 得病的人 三分靠治愈 七分靠自愈 而身体最好的自愈能力 就是睡觉 有任何的疲惫感 不适感 沉沉睡一觉 我们的身体 就会在熟睡中自我修复 不舒服的感觉 在体内逗留的时间 不过一晚 纵观世界有先进的技术 有精湛的医学知识 有时候都比不过 睡一场好觉 能治好你身体 百分之八十的毛病 睡好一个觉 不问理由的 先强壮自己的身体 才是善待自己的正道 睡觉是我们能 最低成本 治愈自己身体的方法 人生就是场马拉松 到头来 拼的是健康 善待自己 不熬夜 才是对生活的最好尊重 睡好了下半夜 才能过好下半生 睡眠是一场革命 比情商更重要的 是我们的睡伤 人生最好的境界 是丰富的安静 作家周国平老师说 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 某个阶段 是需要某种热闹的 那时候 宝掌的生命力度 需要向外奔突 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 但确定一个流向 但是一个人 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 当然安静不是静止 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 而是犹如浩渺的湖泊 湖中的水一直在流转 而湖的深邃 使得湖面寂静如静 安静是因为追求内心风盈 生活速简 梁文道曾经讲到 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 我们就像住在一个 闹腾腾的房子里 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 为了让他们听到我们说的话 我们只好比他们还大声 于是没有人知道 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人越往后就会越发现 生活速简 内心风盈 才是最好的生活境界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